看到韓國瑜就是一個武將 懷裡呢就有兩個 這應該是趙子龍之類的吧 感覺就是 胆記救主嘛 來這是謝龍介 這是鄭世維 現在呢確實啊這兩位 雖然說知名度都蠻高的 也都相當有戰力 但是他們要去選的地方 都很綠 謝龍介要選的那個地方 叫做黃偉哲 黃偉哲的選區 上一次黃偉哲拿14萬多票啊 得票率76% 幾乎是八成的得票 你說這個 謝龍介要去挑戰選區綠不綠 當然綠 好另外看到鄭世維 要去選的新北 第三選區三重這個地方 上一次這個高志鵬 雖然說呢好像 爭議不少啦 但也拿到了超過五成的得票率 而且得票數也接近10萬 所以你說呢 這兩位戰將 現在到非常艱困的地方去選舉 我剛剛說了 國民黨剛剛存一交嘛 一定要韓國瑜來加持 所以兩位都要找韓國瑜 那另外來看到 在民進黨的部分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呢 仗沒有那麼難打 在新北我們剛剛講的是余天 畢竟他在地 現在呢又是新北市黨部的主委嘛 雖然說幫蘇常選的很爛 但起碼當地他是混得很熟的 加上余天大哥知名度很高 稀票能力 陸軍空戰可能都有 而在郭國瑜的部分呢 畢竟到台南這個地方來 有市長加持 有市長留下來的這個資源在 所以他可能也沒那麼難選 不過我剛剛也提到了 就算對民進黨來說 在深綠選區還是有一定的 劣勢存在 如果韓國瑜來 這個劣勢又被放大 他們可能也不見得那麼討好 所以他們找來誰 找來的就是在2018年之後 明明書的蠻難看 但是卻變成一個大暖男的陳其邁 陳其邁現在呢 跟郭國文已經拍了賀稅的影片 還在立法院呢 告訴大家說 我們把郭國文送進立法院 接下來宇天大哥也會找陳其邁 來幫他服選 所以這四位藍綠戰將 現在想要藍的把綠的變藍的 綠的要守住地方 不要讓綠的變成藍的 找來的就是陳其邁跟韓國瑜 所以我們講的這個叫做 韓情默默 Part 2 以前是信心相襲 接下來要兵融相見 逼逼看 到底在2018選舉之後 是高雄市長厲害 還是行政院副院長 卡卡 來 憲哥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選舉 當然非常特別 你剛剛看到 就是說大家突然在韓國瑜身上 跟陳其邁身上打轉 好像看到了希望 對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 對兩黨的黨中央來講 都必須要有點警惕 為什麼 就是說兩黨黨中央看起來 並沒有特別的被大家所喜歡 所以大家各自都找了 就是說形象看起來更好 更能夠吸睛的這個對象 那黨中央可能 我不知道他們一定樂觀其成 反正都是為黨來服務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 因為面臨到整個黨 兩個黨裡面都遇到這個 整個權力結構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那這兩個人被視之為 叫做不同政黨的這個明日之星 或者是成為這個救世主的 這個新希望來說 那我覺得可能對於 這些黨中央來講 不知道會不會產生壓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兩個地方確實就這個 如果就過去的選戰來講的話 確實有一點呈現綠大於藍的態勢 可是這一次的選戰之所以 會備受關注的地方 在於是參選人 其實很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講臺南好了 就是說臺南雖然 如果就剛剛這個得票來講 黃偉哲那個時候 他當然拿到了票數 就是跟之前所比起來 當然不能夠披靡 因為以前像賴清德那個高的這個得票 看起來在這一次這個黃偉哲 在競選的這個過程當中 最後的得票率 其實並沒有如以往的這個輝煌 那謝龍介的優勢在於哪裡呢 如果大家稍微Google一下 就會發現到謝龍介在這一次的 議員選舉裡面 他拿到的是臺南第一高票 也就是說他自己本身是有民意基礎的 這個狀態之下 那再加上過去我們看到在2018的這個選戰裡面 臺南其實在他得票情況出現了綠兵沒有那麼過去 以往那麼大的這個盤的這個狀態之下 謝龍介當然有勝出的機會 我現在強調就是勝出的機會 我不敢講 因為選舉沒有人敢講 一定穩贏 那在之前韓國瑜打這個選戰的時候 謝龍介跟這個韓國瑜之間互動 我想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那我覺得你如果看謝龍介在這兩天裡面 他一直主打的 不是只有臺南在地一個地方而已 他其實強調的是南高要連線 臺南跟高雄不管是在農產品的部分 所以我看到他拍了那個影帶 就強調說農產品的部分 就是農產品要出得去 那怎麼出去呢 他有時候講翁來 然後再來芭樂 再來租 那其實你就可以看他打的 就不是一個單一的選舉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從臺北市跟臺中市的這個立委 補選來看 你就會發現到 基本上民眾對於補選的這件事情 是比較冷淡的 因為投票率之前選前 大家都覺得說投票要是能夠到四成 就已經是那種超高的那種狀況 結果臺北市的補選 他的立委投票率是三成 那臺中更少是兩成五 那臺南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雙方在基本盤的這件事情上面 是極力的在想辦法吹票出來 那以臺南來講 他跟高雄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謝龍介希望藉由韓國瑜的效應 去拉抬他的這件事情 我認為完完全不用無庸置疑 而且我覺得他會收到一定的成效 那現在只有在於就是說他的對手 比如說臺南這個民進黨部分 他是郭國文 那郭國文之前是勞動部的次長 他其實有中央的這個經驗 但是他在地方上面是不是能夠 因為他那時候在黃偉哲競選的時候 他也是在競選總部裡面 擔任重要的這個職務 那我剛剛講就是從偉哲的 在那個得票的那個狀態 其實跟上一次來比 其實是有些差距的情形之下 郭國文能不能順利的 再讓這個綠營的支持者說 願意再集結 其實你光看到在這幾次裡面 大家比的叫做基本團動員的 這個情形之下 有沒有可能說鐵板一塊的地方 從此都不能夠跟動 我覺得沒有人敢做這種保證 所以怎麼樣在這裡面 做出吸睛的效果 好 比如說郭國文他的戰法 是我今天看到他的這個影片 是他在立法院大院的前面 跟陳其邁一起拍了一個廣告 那我不知道這個廣告 對於大家來講 他會不會產生共鳴跟效果 你會看兩個人的 最少就我光看了兩個 可能還有不同的廣告 是我沒有看到的 我們要先講一下 我不能用一支廣告來決定大家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們在不同的呈現 想要呈現的效果上面 各自都覺得自己覺得有把握 那我覺得這一塊 其實就是每一個人的努力跟說服 因為畢竟他要到三月份 就是說他有一段的時間 怎麼樣讓選民 能夠再激起共鳴 而不要只寄望於基本盤 我覺得其實對於藍綠來講 大家都在拼這一個 那同樣你剛剛提到說 像這個其他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現在回來看新北 新北鄭世維打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他也是在搭 這個韓國瑜的熱潮 講賣菜狼 那他們有同樣的經驗 其實都是在這個果菜批發公司 或者這個相關裡面 他們有做過這樣的一個職務 那用這樣的方式作為連結 有沒有辦法的 就讓三重那邊的選民有共鳴 其實你光看到韓國瑜在選前 在2018的選前的時候 他也到很多縣市去 有些地方奏效 有些地方看起來並沒有大幅度的拉抬 所以像鄭世維他今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對到的對手是誰 他對到的對手是宇天 宇天在那個地方有沒有長期耕耘 說真的他又是台北 民進黨曾經當過 民進黨是新北市南部的主委 我想這個俊哲 對他都非常清楚 那上一次 對不起 上上一次 08年啦 選得也還不錯 但後來因為反正他的 李亞平也一直在講說 我們老公有時候選機 怎麼會 後來就提出有什麼什麼 去做不分區或什麼的 那這裡面當然有些狀況 可是宇天長期在三重那個地方的耕耘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去治理人家 對 再加上他的知名度 那世維現在要搭這樣的一個韓國瑜的熱潮 是不是能夠有助於去 他去那邊推展票源 因為有時候你看我們在看不同的地方 他的那個整個的選民結構 又有些不太一樣 那以三重來講 其實他的選民其實非常非常的 我必須要這樣講 他三重的地方分配的非常大 就是說他有一些地方是大家覺得說 應該有更大改善空間的 那有一些會覺得說 我臨近臺北市 我跟臺北市的資 我就只有一橋之隔 可是我的資源去感覺上差很多 就你能不能用這個方式 來進行你的選戰 還是你只是覺得 我透過靠著韓國瑜說 就是來拉台 你也是賣菜籃 我也是賣菜籃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三重的蔬果賣出去 那這個就不太對 為什麼 因為三重那邊 其實他就是果菜市場 存在更多 除了賣水果之外的問題 而且在那邊不是產地 那個地方不是產地 那個地方其實他就是一個 我印象中他應該是一個市場 就是說他是一個集散地 然後再把它批散出去 所以我覺得在這選戰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 臺灣的選民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的改變 所以改變就是說 很多人以前過去寄望於政黨的這件事情 突然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好像發現個人的魅力 有的時候會大於政黨 那個人的魅力大於政黨到回到最基本的 另外的基層的選戰裡面 要從政黨的這個所謂的凝聚 他的最基本盤裡面 能不能把這些力量做有效的結合 所以我如果這樣看 我不能再講說 那個新北市會比較辛苦 可是我們持平進來 從媒體的角度進來看來 就是說雙方在這個選戰上面的主軸打出來了 能不能能夠凝聚除了基本盤之外 其他人的那個共鳴性 我認為反而是對這種所謂的深藍選區或深綠選區 你想要突圍的人來講 你必須要打出一個牌 能夠激發這些人願意出來 其實我們剛剛講 這兩個地方都很綠 綠到出汁 綠到就是會流汁出來 好綠喔 一擠還噴汁出來 還流湯出來 真的是很綠的地方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它的優勢在於 我傳統就是綠大於藍 而且綠很大於藍 所以我好好的經營 藉著上一個立委留下來的資源 不管是跑去坐牢 還是跑去當市長 我應該可以穩穩的上 那對國民黨來說呢 剛剛我們聊了很多 君哥也分析得到位 可是大家仔細想 國民黨現在在這兩個地方 有的資源 或說有的優勢 都是2018選舉之後 才冒出來的 所以你不難想像 為什麼不管是謝榮介 或者是這個鄭世偉 他們都會想盡辦法 要拉著韓國瑜 我剛剛講了 在新北市三重的地方 為什麼覺得說 好像這個三重賣菜籃 賣菜籃有機會 因為2018的時候 這個侯友宜得票 不會輸給蘇貞昌太多 因為2018的時候 余天大哥 他就是幫侯友宜操盤 結果輸得亂七八糟的 那個敗軍之將 2018不是嗎 那在台南的部分一樣嘛 現在謝榮介要來選 當然是因為謝榮介 當時跟韓國瑜 幫了很多的忙 所以讓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大亮點 也讓謝榮介 自從賴清德 一生監督你一人之後 又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然後因為韓流的影響 所以連帶的讓韓哲市長 這個選舉的成績比較 比起過去的賴清德 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看看韓流能不能繼續加持 所以說在國民黨的部分 他們有的優勢 都是從2018之後才產生的 所以你不能想像 他們為什麼會死命拉著韓國瑜 那對民進黨來說一樣嘛 我現在你死命拉韓國瑜 那我要拉一個可以跟你相抗 我們拉 難道我去拉蔡英文總統嗎 我去拉賴清德前院長嗎 我去拉蘇貞昌嗎 不行嘛 算半天 陳其邁好像可以 所以我就拉著陳其邁 所以藍綠在這一次立委補選的算盤 其實出發點都是2018之後 我要怎麼做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縣長 鄭世偉呢 其實在三重 相對於天來講 他是在這個組織戰也好 空軍也好 這個我覺得他都比較弱一點 處於弱勢 因為他是從蘆洲到三重去選 蘆洲到三重去選 他本來不是在三重 那三重的現任的這些議員 跟原來有選過立委的人 朱駿曉 李乾隆 甚至做過市長的李乾隆 都沒有出來選 那把鄭世偉請來選 那基本上來講 在地方上的關係上 就會比較弱一點 這些你不會幫他嗎 這些會幫他 但是我覺得主要是票移轉的問題 但是鄭世偉有兩個最強的地方 第一個你看鄭世偉的親和力非常好 鄭世偉的親和力非常好 他跟三重過去也是有淵源 雖然他沒有住宅三重 但是魯州選議員 但他三重的關係也是有的 只是說這個關係要再逐漸去加強 但是因為他的形象 坦白講他的形象是比較佔優勢的 他知名度上面也比較佔優勢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他是不見得會輸 那接下來就是打地方的組織的票 那在三重過去藍軍裡面支持的有哪些人 從這個從過去的市長也好 從過去的立委也好 過去的議員也好 現任的議員也好 里長所有的組織 我覺得三重是真正要好好打組織票 因為三重過去的確是綠大於藍很多 綠大於藍很多 那每一次在選舉的時候 尤其選市長或者縣長 只要三重小輸 能夠輸在一萬五之內 我們一萬五之內到兩萬之內 這個縣市長選舉就贏了 這是過去估票的一個模式 所以大家要去仔細去看 怎麼樣去逆轉勝 所以我覺得鄭視維在空氣上面 選舉的策略上面 除了用賣菜狼之外 跟韓國瑜來結合之外 我覺得他要打出他自己的政策 對於三重是 尤其三重現在進步得非常快 捷運也做好了 圖書館非常多 公園非常多 離臺北非常近 有許多臺北人也搬到三重去了 我覺得鄭視維可以在這個時候去 基於這樣三重未來的發展 跟新北整個脈動的發展 他可以去做很好的政策的表現 這個三重人還是會吃這一套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國民黨必須要團結 除了韓國瑜以外 我覺得現在也不只有 我剛剛提過這幾個人 我覺得朱麗倫也要下去幫我扶選 全力扶選 侯友宜也要下去全力扶選 我個人也會下去全力扶選 我覺得如果團結一起下去 全力的扶選的話 我覺得鄭視維是有機會逆轉生 這個鄭視維 視維哥他應該有小孩嗎 有 還好他小孩 他光小孩比起余天大哥小孩 就應該多了 而且他小孩很健康 小孩也沒有對不對 爭議很多